世界上很少有哪座城市能像伦敦这样 在历史上拥有如此悠久而重要的地位 这座城市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在经济 政治 文化 军事 还是法律方面 它都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首都之一 虽然考古学家沿着泰晤士河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人类灵星的定居点 但现代城市的起源应该能够追溯到公元47年罗马入侵时期 他们最终将这个定居点命名为伦丁年 这是伦敦最古老的名字 有人将它音译为伦丁尼姆 也有人将它称为罗马伦敦 正因为伦敦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 那些对超自然现象深信不疑的人们 总能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找到大量灵异事件的案例 大家好 欢迎回到阁楼研究室 我是摩威 朋友们应该注意到了 我们今天讲故事的氛围和以往有些不同 在接下来的三期节目里 我想和各位一起来探索一个有趣的话题 那就是鬼魂 说的再具体一点 你接下来要听到的 是一些据说真实发生在英国伦敦 这个古老城市里的鬼故事 我们现在开始 关于鬼魂出没的报告 要追溯到人类口述历史的开始 世界上各种古代文本中 都可以找到所谓的鬼魂力证 这些鬼魂通常被视为是某个事件的预兆 甚至是天使 当然这取决于目击者所属的宗教派别 但是这些鬼魂并不局限于人类的形态 实际上 与人类的鬼魂一样 似乎有同样多的动物鬼魂 也会困扰活着的人们 在17世纪 关于幽灵黑犬的传说 就在英国的乡下广为流传 据报道 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 就有关于一只黑犬 恐吓了位于伦敦中心地带的 海格特监狱囚犯的记录 传说在1596年 一位学者被指控为巫师 并且用魔法诅咒了整个伦敦的居民 当时伦敦正在经历着粮食短缺的问题 海格特监狱的囚犯们 更是苦不堪言 因为监狱方面几乎断掉了食物供应 所以那里开始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比如 强壮的囚犯会吃掉无法自卫的较弱的囚犯 其中也包括了刚刚提到的那位 被诬陷为巫师的学者 接下来的几天 那些参与了这场可怕的谋杀 并吃过学者肉的人发现 自己会被一只幽灵黑犬跟踪 他们认为这是学者的灵魂 在向凶手索命 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很多人都怀疑 很可能只是被释放的囚犯夸大其词 但也有人认为 这个传说实际上 和多年后 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阿门庭院 所报告的神秘灵魂有关 据说有人会时不时地看见 一个没有固定形态的黑色物体 沿着高墙蠕动 令人恐惧 另一个和动物鬼魂相关的故事 发生在1626年 就在那年的4月 伦敦刚刚经历了一场 格外寒冷的冬天 在海格特的一次旅行中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和一位朋友 正在马车上热烈地讨论着 食物保存的替代方法 当时寒冷的环境启发了他 弗朗西斯认为 将肉放在较低的温度下 可以有效地防止变质 而他的朋友对此则嗤之以鼻 随后 弗朗西斯便前往附近的一家农场 购买了一只鸡 他杀鸡拔毛 并把这只鸡装进了一袋雪里 很多人认为 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只 被有意冷冻的鸡 遗憾的是 当年的4月9日 弗朗西斯就因为肺炎去世了 他没有机会见证自己的实验结果 现在你可能期待听到 弗朗西斯爵士的鬼魂 继续了这个实验的故事 然而这个灵异事件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 这只鸡的鬼魂 在随后的日子里 这个地区附近的人们 经常会看到一只被拔了毛的鸡 在池塘附近奔跑 而这个池塘就是弗朗西斯爵士 想到冷冻这只鸡的地方 当困惑的旁观者们试图 靠近这只鸡时 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这只幽灵鸡的目击事件 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之后 甚至在1970年 仍然有人声称看到过它 在伦敦 还有关于一只无腿的幽灵猫的传闻 这只猫会在位于 Potoduck的爱德华·皮特斯先生的 家中反复出现 据说它的体型异常庞大 皮特斯曾向人们描述过 这只猫有翱犬那么大 但奇怪的是 你看不见它的腿 见过这只猫的目击者都说 只要它出现 家中的物品就会被突然移动 家里的门也会时不时地 被无缘无故地打开或者关上 这个时期的伦敦 也有更多的关于人类鬼魂的目击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1647年的一个案例 当时一位名叫莫亨先生的朋友报告说 自己看到莫亨先生穿过了自己的房门 进入了他的家中 而他确信自己给门上了锁 莫亨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之后 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后来这位朋友才发现 莫亨先生实际上就在那一天死掉了 死亡原因是莫亨在去参与一场决斗的途中 遭到了袭击 另一起鬼魂事件则发生在 史密斯·菲尔兹历史悠久的肉类市场里 据称在17世纪初 这里曾发生了一系列幽灵目击事件 这个幽灵市场里的幽灵 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在各种肉类产品上跳舞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君主之一 她在1837年至1901年期间 统治了大不列颠及其帝国 在她的统治时期 伦敦在技术、地理、社会、政治、科学等方面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巨变当中 似乎还有一些灵性方面的变化 维多利亚时代可以说 是英国通灵术和将神会的黄金时代 塔罗牌预测在伦敦上流社会中 也变得非常流行 当然 随之而来的还有江湖骗子的出现 一些假扮的灵媒 会声称自己能与死者交流 实际上 他们只是简单地调查了顾客的家庭背景 但值得欣慰的是 这些人一旦被发现 就会被判处监禁 这些骗局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屡见不鲜 伪装成鬼魂更是一种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流行的消遣方式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如果不是为了制造混乱 就是为了犯罪 甚至性侵 这些人通常会披着床单或者鲜艳的衣物 甚至用油漆将自己包裹起来 然后突然扑向那些正在公园里散步的毫无戒备的市民 一些更有创意的人会使用蜡烛或者煤油灯 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漂浮的幽灵 这些骗局被后来的许多人认为 是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个诡异的传说 弹簧腿杰克的雏形 在1837年到1904年间 有关和弹簧腿杰克偶遇的故事 震慑了属于伦敦工人阶级的郊区 后来又传到了英国的几个其他城市 目击者描述称 弹簧腿杰克的外貌令人恐惧 他有着像爪子一样的手和红色火球般的眼睛 他经常披着黑色的斗篷 有时也会戴着一个头盔 弹簧腿杰克最引人注目的两个特征 就是他能够跳到极高的地方 还能从嘴巴里护出蓝色的火焰 弹簧腿杰克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深深的恐惧 而当局对此似乎又无能为力 虽然他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搜索行动 但都毫无所获 据说当弹簧腿杰克被警方围困时 他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弹跳能力 跳过高墙成功逃脱 有报道称 弹簧腿杰克曾有一次被一个追捕者用枪多次击中 然而每一颗子弹都只是在他的身上弹开 弹簧腿杰克很快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名人 大量的报纸对于和他相关的目击事件进行了报道 关于他到底是谁 这个猜测也一时间传言四起 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理论是 杰克实际上就是英国贵族阶层的一员 他喜欢骚扰年轻的女性 他们才是杰克的主要目标 在多次的报道中 他都用上流阶层的口音 引诱毫无戒备的受害者出门 比如1838年的简奥尔索普 据他所说是警察要求他打开的家门 然而如果杰克真是一个来自贵族的成员 那么他能够呼出蓝色火焰 轻松避开子弹 以及非凡的弹跳能力 和不受重力限制的特性 又该如何解释呢 此外 弹簧腿杰克出现的时间跨度也非常大 如果这真是谁搞出来的恶作剧 那么很可能 他的扮演者并非只有一个 因为从1837年 首次被人目击之后 到最后一次的目击事件 这位弹簧腿杰克 至少应该已经80多岁了 有学者认为弹簧腿杰克这个现象 应该被归因于公众的恐慌和想象力 但即使是这种情况 也表明了在维多利亚时代 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有多么的强大 对于大多数目击者来说 弹簧腿杰克绝对和普通的人类无关 而是一种幽灵 甚至就是恶魔的化身 尽管自然科学的知识增加了 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和认知 但是当这些知识 无法解释一些被看见的超自然现象时 人们就会产生无限的困惑 科学家们一直以来 都试图将环境 医学和犯罪等因素 用来解释在世界各地 不断出现的鬼魂现象 似乎任何一种超自然经历 都能以某种合理的科学原因来解释 但不可否认 这些解释通常显得很牵强 在1882年 超感官研究协会成立 这是现在已知的最古老的 致力于调查心灵和超自然现象的组织 虽然英国社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接受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 他们仍然保持着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 这导致了两个阵营的形成 一边是接受超自然现象和力量的人们 另一边是一直试图从科学上揭穿它的人们 这一辩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关注 也最具争议的鬼魂故事之一 就代表了这一辩论的典型情况 事情发生在1893年6月22日的晚上 那天特莱恩夫人正在家里招待 几位尊贵的客人 他们都是伦敦上层社会的成员 就在大家愉快地享受着 这个美好的夜晚时 几位客人被特莱恩夫人的丈夫 也就是时任皇家海军上将 乔治特莱恩爵士的意外到访惊呆了 乔治特莱恩当时应该正在地中海的 英国皇家海军战略舰维多利亚号上 在被客人问及 为什么他的丈夫突然回家时 特莱恩夫人和大家一样的错愕 于是他在家里到处寻找 却发现并没有自己丈夫的踪影 他想着大概只是客人们认错了人 就继续招待大家直到他们离开 然后便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特莱恩夫人得到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 她丈夫所在的战列舰维多利亚号 因为和另一艘战舰相撞 在地中海的特拉法尔加海峡沉没了 这场沉船事故造成了超过800名船员死亡 这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历史上 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船弹发生的时间 和前一晚客人们看到乔治特莱恩回家的时间 几乎一致 是海军上将的鬼魂回家和自己的妻子告别吗 这个故事被人们讲述过无数次 一些调查人员声称 这要么是捏造的 要么只是一个派对上认错了人的事件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沉船的时间和客人们认错人的时间相一致 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巧合 谈到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鬼魂和凶杀案 就绕不开这位传奇般的连环杀手 开堂手杰克 他在1888年8月31日到11月9日之间 制造了无起被官方确认的谋杀案 死者无一例外 都是女性 长期以来 一直有人怀疑 还有更多的案件与她相关 但不管怎样 据说一些受害者的鬼魂 直到今天 依然在被谋杀的地点附近游荡 其中的第二个受害者 安妮查普曼 就经常在汉博里街的特鲁曼酿酒厂遗址出现 传说第三个受害者 凯瑟琳·埃多斯 也会在米特广场 一再重现自己被谋杀的那个夜晚的可怕遭遇 而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死者 玛丽·凯丽 也会经常光顾自己死亡的那家 十中公寓酒吧 甚至就在她被杀死之后的那个晚上 有人声称自己还看见过她 然而在伦敦历史上的这一时期 出现的所有和鬼魂相关的 诡异事件的报道中 没有哪一个比伯克利广场50号 那场无名恐怖事件更加可怕 这个故事甚至超越了 弹簧腿杰克的传说 涉及了来自整个伦敦的众多目击者 也是少数几个 引发了在目击现场 有人死亡的事件之一 而且 这个情况 不止发生了一次 而是三次 这座房子 建于18世纪末 原本是为富裕的中上层阶级 在梅费尔区而设计的 很快 这处房子似乎就被笼罩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气氛 即使是在晴天 它也像是被一片乌云笼罩着 近的居民们很喜欢在傍晚相互聊一些 关于这处房产的各式各样的真实故事 其中包括了一个为了逃脱自己叔叔虐待的女人 在那里自杀的故事 还有那间小阁楼里 藏着一位业主发了疯的亲戚的传说 后来 当英国托利党首相乔治·凯宁 搬进去开始自己的任期时 这栋闹鬼的房子 就开始在伯克利广场之外 变得名声大噪 凯宁向朋友和家人们抱怨说 这栋房子似乎真的不那么安宁 楼上时不时传来的奇怪声音 一直在困扰着他 其实 在搬进来之前 凯宁就已经生病了 所以他的执政时间很短暂 凯宁于1827年8月8日去世 执政时间仅仅维持了119天 虽然他在任上遭遇的不幸 不能直接归咎于这栋房子 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确实进一步为这栋房子的坏名声 增加了证据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这栋房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几乎没有人能够忍受长时间的居住在那里 但关于他超自然的灵异故事 却仍然在持续传播 十年20岁的罗伯特·沃伯伊尔爵士 听说了所谓的鬼魂事件 他对诅咒或幽灵这样的概念一直嗤之以鼻 因此他的朋友们问他 敢不敢独自在这栋房子的楼上过一夜 那层楼据说是灵异事件发生最多的地方 罗伯特爵士接受了这个挑战 当时对此不怎么情愿的房东提出了两个条件 首先 罗伯特必须携带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其次 如果他需要任何帮助 必须使用召唤仆人的铃铛 那一晚 午夜过后不久 仆人的铃铛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当房东冲到罗伯特的房间时 听到了一声枪响 发现这位贵族正蜷缩在角落里 睁着充满恐惧的双眼 完全说不出话来 不久之后 罗伯特就死了 没人知道 他在死前 到底看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业主名叫 托马斯·麦尔斯 他搬进来的时候是1859年 据说 麦尔斯对一个曾经拒绝了他求婚的女人 无比痴迷 此后他便独自一人生活在这栋房子里 然后 他逐渐变得疯狂 邻居们报告说 每当夜里 就能看到这个可怜的男人 手捧着一根蜡烛 从一个房间 游荡到另一个房间 一直到1874年的11月 他去世为止 就是在他去世之前的1872年 脱利党政治家利特尔顿·勋爵 接受了在这栋房子的阁楼里过夜的赌注 和前面提到的罗伯特一样 利特尔顿也是带着猎枪在阁楼里住下的 晚上 楼下的人听到他开枪的声音 利特尔顿声称自己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突然钻进了他的房间 然后 他便用手里的猎枪打中了那个东西 然而 当房间被照亮时 却发现 那里空无一物 只有他用过的蛋壳 他说 那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团在阴影中的棕色藤蔓 在19世纪70年代末 和这栋被诅咒的房子相关的故事 被英国的各大报纸和书刊报道 这些报道增加了一个新的目击报告 就是有人听见楼上一位女仆的惊声尖叫 当其他的居民赶过去时 他们发现 女仆一脸绝望地愣在那里 随后 她便被送到了一家疗养院 可就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女仆就死了 有人认为 这只是当地人对房子的炒作而已 但是要用这个来解释接下来的案例 就有些困难了 在圣诞夜那天 两名水手决定进入这栋房子里 一探究竟 顺便过上一晚 这两个人分别是爱德华·布伦登和罗伯特·马丁 他们选择了一个楼上的房间 夜里 他们被莫名的脚步声惊醒 当布伦登前去查看时 他说自己看到了一团有脉动的 像是两栖动物一样的灰色物质 而根据马丁的描述 这个东西突然跳向了布伦登 对他进行攻击 在看到布伦登倒在地上时 这团灰色的东西便紧紧地贴住了他的喉咙 这一切吓坏了马丁 他跑出了房子 找到了警察 他被吓得已经顾不得 闯入私人住宅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了 他告诉了警察刚刚发生的事情 然后两人便立刻回到房子去营救布伦登 在接下来的报道中 更加确切的细节已经失传了 有人说警察和马丁在地下室 或者是街边找到了布伦登被肢解的尸体 他似乎是从窗户上跳下来的 以躲避那个神秘的袭击者 无论是哪个版本 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布伦登在被发现时 已经完全被吓得面不有趣了 有关超自然力量的灵异故事 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后来这栋建筑 在20世纪30年代被改造成了一家书店 关于鬼魂的故事也就几乎完全消失了 但是他闹鬼的坏名声却因此保留了下来 许多调查人员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试图解释伯克利广场50号的诡异事件 从被故意或者无意夸大的故事 到邪灵甚至魔鬼本人就居住在那里 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说法 不过不管真相是什么 这栋建筑物直到今天 仍然吸引着众多对伦敦鬼魂故事感兴趣的游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 伦敦这座城市的闹鬼历史 你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自己的独到见解呢 又或者你经历过哪些 让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呢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欢迎你点赞订阅和分享 你也可以在YouTube Instagram和小红书上关注我 我会在那里不定期地分享一些生活日常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